缺乏真诚 敷衍色泽 米酒入尾 人将笔弃 人性最大的弱点 就是自大与懒惰 不必羡慕别人的收获 但问自己是否有在耕耘呢 生命的意义 是为了服务 生活的价值 是为了奉献 后以待人 言以律己 贡献代替战友 以立心代替空言 所谓不经一帆寒彻骨 念得梅花 不遗香 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人 成就自然归于他 贡献代替我 常批评别人的缺失 会使自己后患无穷 其他人的缺失 浅和阶级的高低 而要问的是 你所做的工作 对国家及社会有无贡献 一个人必须要有清廉的操守 然后才能有伟大的作为 想做一个聪明的人 需细心去听人家说话 以震惊的态度来回答 不话可说的时候 要动得三千起口 一切事业的成就 均细于怨力 怨力就是创造性的动力 人与人之相处 若能时时抱着感恩的心 则仇恨嫉妒 便会消失无踪 生活才能获得美满 只能报恩为先 理人便是立体 感恩能使我们成长 保恩能助我们成就 大致杜恨云 无度如梦 无度如梦 怨海教育基金会 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事们的爱心护持 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 为了回馈社会 关怀弱势族群 海淘法师慈悲志业 自2008年 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 及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 弃养学童 中措生就学 生活及品德教育 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 济贫发放 急难救助 老弱病苦 担亲家庭 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 以及协助未婚妈妈及未婚子女的安置等 以圆满老安少怀 并发挥佛陀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的精神 让社会上的弱势者 也都能感受到人间处处充满慈爱与文心 淮海教育基金会 呼吁大家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族群 累积福慧资粮 并祝福所有的家庭以及孩童 都能在佛陀及正法的护佑下 身心健康平安吉祥 护持淮海基金会 发扬佛陀大慈爱 援助弱势众族群 同离忧患长安乐 护持账号50059824 50059824 护名淮海教育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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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